有疑似新冠肺炎症狀 并增加每日三次体温监测 现在请三楼群体同仁到313活动室集合 以后社会机关 发行军逐感染的风险 管理翁张良在很多都开玩的 好象老人拥有中心 实际上中心向于恩人 透过人类空间的分层 分为的风险 以及以后的出息 跟着北斗传染的风险 也能够看到总共发生的时候 可以继续来营营 这场演练基本上在下一个状况 就是说里面有一个相关的照顾服务员 被确诊他是新冠肺炎 那这样的话到底要怎么相关机构 怎么做处理 那所以今天大概所有的这个楼层 就变成是一个类似封城的状态 那里面的工作 他们所有的人照顾的这些老人家 就必须要回到房间里面做居家隔离 相关的工作人员同样他也是居家隔离者 那本身就是要用最高的防护 然后就是在那个地方大家一起待14天 做居家隔离的相关工作 那这14天彼此之间有一些该有的餐食分流 包括避免相关的这个楼层的感染 那完全做相关的演练 那这样的一个演练 我们会透过这样的影带 让所有的机构了解 当同样一个状况发生的时候 到底该做哪些事 该做什么事 当有一些危机发生的时候 能够把这个危机控制在最 这个伤害最小的这个状况 欧阳梁共调透过演练 一旦如果发生困境的案例 就可以随来起当 进行各行的房页作为 这次也能够提升机关的房页应份领略 不仅价的关系社会 博力机关中有37间 希望各机关可以让上来合适 提升全体房页阵览 台湘新闻环培以蔡宏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